含湿太重怎么调理 身体含湿太重 快速调理的方法有三 第一 可以通过运动的方法 使得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就是身体阳气和气血的提升的作用 使得我们身体阳气运化更多 湿气就可以达到很好的运化 通过气血的运行 把我们身体多余的一些水分和湿血 带出体内 使得含血也是跟着气血去疏通 这个作用就使得我们含血驱除到身体 含湿的症状就会消失 第二 饮食的调理 首先要避免吃深的含粮的食材 避免脾胃含湿的症状加重 可以适当地吃一些健脾温中 上含的食物 这些食物可以很快速地提升人体的脾胃的阳气 使得我们的气血运化同样是达到很好的作用 运化通畅了人体的湿气就可以随着脾胃的运化去驱除 所以适当地吃一些新温类的食物 比如说肝浆 当归 黄芡 搭配我们的羊肉 牛肉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温补身体 去除寒丝的功效 帮助体内的湿气 减少气血运行 第三 避免身体暴露在寒丝的环境之中 寒气比较重的环境下会使得我们的身体 处在一个冰冷或者是体温下降 比如说不宜在一些冰冷的河水或者冰冻的环境下 去进行长时间的操作 可以通过泡脚或者是用温水去冲凉的方法 快速的使得身体的寒气或者是身体的一些体温上升 这样子也可以很好的驱除身体的寒丝之气 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有用的话 请点赞关注 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